欢迎大家回到不只是旅行的马尔蒂夫Vlog第二集 这集是我们去马尔蒂夫最有名的知名岛 Mafushi Island的夏集 泰美旅行车带我们参加了这个岛最经典 可以说是必去的跳岛行程 可以看海豚,看鲨鱼,轰鱼 在超酷的沉船边浮浅 也会在漂亮的沙洲野餐 我们还加码完了日落海上拖曳伞 超级浪漫的 这个行程非常精彩 又是outdoor新手友善 所以想知道马尔蒂夫Gymie島怎么玩的话 记得看完这支影片哦 我们现在在马尔蒂夫这边最经典的行程 就是要来最好途 就是点坐 其实我们被海豚环绕 只是它是我们真的非常快 看到的时候游过去其实已经很难很难被人想 现在海豚游会有点远了 所以我会再上去换下一个地方 海豚游得非常快 我還沒學到 對 因為這個蠟燈的海盾 雖然是游得比較慢 可是還是很快 還不快 然後今天的群體比較小 所以難看到他們 剛剛我們試了兩次 導選說比他的經驗來說 應該是追不到 基本上他們就是住在這邊的個子 但是只有 所以如果之前的話 只有迎著他們游過去 還有一定要有機會 如果是追著他們的話 可能還是追不到 絕對追不到 看完海豚後我們到了某個居民島上看烘魚 上島後島前會用食物吸引烘魚到沙灘上跟遊客們拍照 其實不算是跟烘魚浮淺 而是衍生烘魚的餵食秀 有些人甚至會用手觸摸烘魚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的推薦 接著我們到了某個海中的沙洲吃午餐 而這裡因為有許多船家也來這邊吃午餐 不太是我們想像中的無人沙洲 快速吃完午餐之後 我們來到有一個一半在海面上的沉船 Vavu Shipwreck 我們在馬爾避孤一個我覺得蠻酷的前景 它是燒成沉船 它是半沉船 對 它這裡在海面上 有一部分是沉在海底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站去 這個船的最上面飛個空拍 一定要小心 其實這邊還蠻滑的 然後再往下一點就是會有珊瑚礁 就是你要跳沒有珊瑚的地方才可以踩 OK 好 我先上去 我先看看能不能上去 樓上見 我先上去 這個好像是擱淺的 所以它才會被擺在這邊 不然通常都是在海底 因為這艘船的船底差不多也才13米 對 所以等一下我會下去轉一下 但是不會停水的 就是能跳馬馬過來 就是 爬上來 它再照我的覺醒吧 真的要很小心 它這樣很小心 我好嗎 它是友情拍 很好看 好 下去看沉船囉 I'm ready OK GO 一 二 三 三 哇 我真的覺得很痛耶 生態 非常豐富耶 我覺得很驚人 巴布Ship Break 其實是幾年前擱淺在馬爾地夫的 一艘小小的印尼船隻 導顯跟我們說 政府刻意把它移拉巴布 環礁的一個淺淺的岸邊 讓遊客玩耍 才形成了這個 浮淺就能看到的沉船 這裡的優點 除了可以爬沉船拍照 也因為深度不深 魚非常多 而且顏色超級豐富 下潛大約三米 就有一個腳踏車 可以讓你拍照 那像我一樣 經驗比較多的自由潛水員 也可以挑戰看看 鑽小小的船艙 是不管什麼程度 都會覺得很好玩的小潛艇 好可愛 你看他真的很窄喔 你看他像我仁肝 還仁肝 好可憐 一起來挺棒的 我的天啊 那個長大的真的蠻可愛的 我剛剛想想想想 我剛剛想想想想想想 你可以站上去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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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站上去 你也可以站上去 我們現在要 準備上岸了 其實我們原本對於這個體驗 非常非常的不期待 因為看過大的沉船 就覺得這麼小 有什麼東西嗎 對 可是我覺得這很有趣 因為我們來的就是 先爬上去 然後去玩那個 泊車 然後它那個沉船旁邊的生態 其實非常非常漂亮 很多五岩六色的小人 然後就跟巴伊島那時候 其實很一樣 就顏色很漂亮 而且巴伊島那個是 八米五米的 但是這裡的是兩米 超級錢 對 這真的很好玩耶 玩得每個人都非常的滿足 而且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新手朋友的潛點 是真的很漂亮 聽說那個腳踏車是 就是感覺快壞了 掌青拍了 然後他們就過來換一個新的 前幾天才換成這台白色的新的 就是放一個 腳踏車給你玩 蠻好笑的 行程的最後我們到Shark Bay 這裡平時住著上百隻的護士鯊 數量多的時候 甚至油油會不小心碰到牠們 但是不用擔心 護士鯊是世界上最溫柔的鯊魚之一 牠們不具攻擊性 很溫馴 只要你不主動攻擊 牠只會稍微靠近你一下 發現你不是食物就會油開 牠不像大家想像中的鯊魚兇猛 牠們很溫馴 移動緩慢 算是很安靜的鯊魚 其實近看牠們會覺得呆呆的還蠻可愛的 那牠的學名其實是膠口鯊 會叫護士鯊是因為牠扁扁的頭部有些許的隆起 看起來像是個護士帽 除此之外牠的嘴巴也比其他的鯊魚小 牠們會把嘴巴微微張開後 把食物吸進去再用牙齒咬 通常的食物是比較小的軟體動物 甲殼類跟魚類 其實護士鯊算是夜行性動物 比較常在晚上出門打獵 船家會在船邊丟下魚肉吸引護士鯊來 所以遊客才能一次看到非常多護士鯊聚集 也才能享受跟鯊魚一起游泳的時光 我們就在這裡待了一兩個小時拍好拍滿 HELLO 我們在路邊看到隻鸚鵡 你為什麼不跟我們說話 他聽不懂中文 HELLO HELLO 對不起 好痛 在島上其實會有蠻多悠閒的時間的 所以現在就在 島上晃一晃 好像有聽說就是如果你想要賣東西 買一些紀念品的話 就是在Mafush買 就是因為這邊是算是比較便宜的 其他島都很貴 那度假島又更貴 對因為Mafush是所有的 居民島中最早開發的 所以它的競爭會比較激烈 這個人忘記帶牙膏跟卸妝的 順便來看開 還好島上有 但是唯一有可能可以買到的 應該就是Mafush的 就是一個陽春版的曲程式 對 陽春版曲程式 有一些口紅指甲有粉底液 還有MAC的粉底液 對 然後一些香水什麼 但這就不是經驗品啦 這應該就是他們日常會來買的東西 找到牙膏了30塊台幣 那還行啊 這樣一包卸中間40台幣 ok吧 蠻ok的便宜 原本以為都會到超爆貴 太便宜了 永遠想喝酒了是不是 他嫌storberry beer 但是離開他 他進不去 目前對於這裡能買到的東西 我表示非常的驚豔 沒錯 想得到的東西 很多都有的 然後也有韓國泡麵 然後也有一些 水果 對 所以我覺得 生活機能其實還不錯 而且我想到說好很多 比蘇物 比菲律賓 比一些巴黎島的外島都好好 這邊應該是可以買今天品牌 順便來挑挑 看看有沒有會員的禮物 如何 你好 然後去問了一下這一件 因為我在巴黎島買過一模一樣的 我記得那時候買沒有超過200台幣 然後這邊的話是賣10美金 差不多是300台幣 其實也還ok啦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現場缺一件外套 應急一下還是可以買 那如果你是專門就想要買這種度假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不用在馬爾迪布買 因為你在可能其他國家是可以買到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根本不大分 但是我是覺得這邊賣的東西啊 基本上不會太醜 馬爾迪布是一個美感還不錯的 還不錯 對 你看它的街景就知道了 對 他們一些車子啊什麼的 或是油漆的顏色其實都還蠻可愛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想要買買東西回去送個朋友 或是女朋友來拍我的話我覺得也蠻好的 他們的競選海豹 好可愛喔 這是競選海豹 應該是吧 超可愛 然後配這個藍色的門 欸這裡真的很有美感欸 我真的對於馬爾迪布人的美感 非常的 喜歡 好可愛 這邊路邊有超多貓的 這一隻超級萌的 它是藍眼睛欸 它是藍眼睛欸 哇 它是藍眼睛 這裡的街景實在是蠻漂亮的 忍不住就拿起相機拍 是五顏六色但是不會 不會俗氣 不會俗氣 對 很厲害 那隻貓上去了 他貓上去了 很好喔 如果我們一起去 我會去哪裡 我會去哪裡 原本是打算出來買個東西 就要回去了 結果我發現散開起來很舒服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其實大部分的行程 可能都是半天就結束了 我覺得像這樣子出來換換還蠻好的 好我們的住宿Lia Spa就在這邊 斜對面這一間黃色的店 這間是他們說 早上最好吃的冰淇淋 一球差不多 八九十塊左右 噴起來還OK FILL IT AGAIN 我們在新穿 是在玩海上水 欸 我們的人品很好欸 我們的其實 從早上 跑到前一半 我其實在同埔玩過這個活動 但是在馬爾西玩的感覺 一定會很漂亮 我望等一下會很漂亮 這個其實是沒有 包含在海美門來給我們安排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聽到 其實八十美金 一過兩個人 我覺得 還蠻OK 因為吃都快配玩完看 玩這個的話 你好像是每一家 是不一定要關這個菜 等於我們這次 花又有睡衣 沒有發現 對 等一下馬上上去 所以 我們今天可以在空中 用空拍機的視角看 是 真的 沒有害怕 美容 對 沒有害怕 大家都瘋了 等一下再一組 等一下就換我們了 希望我們可以在海上 在空中 看它的夢 這裡很舒服嗎 會緊張嗎 哈哈哈哈 我們好像會有一些特別的服務 謝謝我們的好朋友Betty 因為她之前在馬耳機服工作做一個 然後她就 剛好認識今天的船長 對 然後她是說 等一下會 更高 而且還會讓你們 就是腳是碰到海 所以今天在馬耳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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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原本 你看這個活動以為不會是那種 比較刺激的活動 像 緩緩慢慢的 然後 很安靜 所以剛剛我們旅辦就說 都是這個社會講悄悄話的地方 但我們沒有悄悄話想講 我們就每天都來講話了 好啦 最近可以來這邊 喔 告白 對 告白 告白可以 就是一大學能的女朋友 然後你就挑你喜歡的女生 挑她一起 真的告白 對 超浪漫的耶 超浪漫的耶 不能兩個太不熟的人 或是難尬 小白失敗也超他媽尷尬 對 對 這個活動好像其實早上 喔 她又讓我們放學 喔 啊 啊 不要往往跑 對 對 這個穿著很玩 哈哈 好好舒服喔 後面好冷喔 後面真的超級漂亮 然後現在 哇 其實 其實孔高 欸 她很煩 Bekky這個朋友是不是應該你有仇 放浮在我們身上 欸這個孔高的人其實會覺得有點恐怖 因為其實現在應該有幾十樓高喔 對 我們上一次有這種視角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花蓮的飛機 對對對 但是那個真的很刺激 那個是很吵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現在其實更像在空拍機的感覺 因為它是很緊緊 所以我們要下一次 隨後一碰 馬爾地夫居民島的Vlog先到這裡結束 這一次的出海行程雖然好玩 但是我們其實覺得有點觀光化 除了沉船之外的地方人都很多 那其實馬爾地夫還有很多可以看到鯊魚跟鴻魚的地方 如果你願意多花一點錢 多找一點資料 一定可以找到真正的野生 不用餵食就可以看到的海行生物 那我們這一次的島嵌其實非常專業 也幫我們拍了很多畫面 我們也會把它的聯絡方式放在資訊欄 如果考慮去馬爾地夫自由行的朋友可以找他 那當然我們的馬爾地夫之旅還沒有結束 旅程的後面我們還會去浮潛找金沙 最後會到所有人夢想中的一島一飯店 度過我們有史以來最享受最奢華的假期 記得要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其他馬爾地夫的影片喔 最後也要記得把影片分享 給你想要一起享受馬爾地夫的朋友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好不帥喔 詹姆士 欸你很像劍擊的巨人欸 你們看起來好像很屌喔 超怪的 兩個人 大家還在演 還在演 重點是他們兩個在那邊腳比較敲在一起 什麼在幹嘛 什麼意思 然後在那邊耍屌 我還在演說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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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